一、白羊座夹狮子座,配对指数,这两位都是火爆一族的成员,刚开始接触时极易擦出爱情的火花,并且他们的进展速度非常快,如果是同性,白羊与狮子都会为了争亡大打出手。 不过如果是结婚后,两位都具有亡者风范的情况下,男性的魅力会更为突出,不论是白羊女配上狮子男,亦或白羊男搭配狮子女,想争亡的羊女或狮女,都会乖乖臣服于狮子男或白羊男。 二、济牛座家巨蟹座,配对指数,济牛的稳重大气,与巨蟹的注重家庭,富有爱心一拍集合,堪称是二星座中模范夫妻的典型。 这两位结合,幸福极力无庸置疑,如果是牛男配上巨蟹女,牛男会对巨蟹女的持家有道称赞不已,亦或是牛女配上巨蟹男,那么牛女可以时常感受到巨蟹男的顾家非常合自己的心意。 况且,这二位都是出名的美食家,可想而知他们的婚姻友都和谐。 三、双子座家巨女座,配对指数,双子座与巨女座的守护星都是水星,这意味着他们拥有知性、聪慧、有灵性、反应迅速。 但是,他们的思维逻辑却不同,处女座的一丝不苟,谨慎努力,追求合理原则,和双子座的虎头蛇尾,闪遍如常,看似截染不同的类型。 但爱情很奇妙的加二者联系在一起,尤其进入婚姻的围城之后,处女座经常会被尝试丰富,反应灵敏的双子座所吸引。 双子座也慢慢学着,像处女座那么无微不至,真可谓相辅相成啊。 四、天称座家水平座,配对指数,优雅的天称座与富有开拓精神的水平座,都属于风向星座的他们搭配在一起。 二者的配对自然是不用多说的,无论从外表还是内战来看,都是十分的扬言,而且不论是优雅的天称,女家绅士的水平男, 还是温和的天称男家灵活的水平女,二者在别人眼中,都是极具欣赏的价值。 婚后,口角很少触犯,却有郁郁漫长的婚姻生活。 五、双鱼座家摩羯座,配对指数。 双鱼座是生成泪水较多的水象星座,还是个变动的星座。 土象的摩羯是中成物时的本类型星座。 不过呢,双鱼和摩羯在根基上是相合的,因为双鱼欣赏摩羯的踏实,能干,摩羯也会学习双鱼的变化。 或许他们在恋爱的时候,会因为浪漫与不浪漫的问题产生矛盾。 不过婚后这一组合却能十分极力,毕竟面包与爱情,不是那么容易都得到的。 他们二人会成为一对互相信任、互相体谅的结实组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